蠻地碎片数一数就有好几十片 民众还没走进电梯全吓坏了 一度传出电梯是从十楼高度 突然掉到地下一楼 重力加速度力道之猛 才会导致电梯里的玻璃全碎了一地 消息一出引来民众恐慌 重回事发现场 这座访客用的电梯 已经贴上了维修构式 台大医院新竹分院传出有电梯坠落 民众怀疑电梯是从十楼高度 直接掉到一楼 对此院方也赶紧出面澄清 院方强调5月25号电梯故障 也已经赶紧报收 当天并没有暴冲到地下一楼 曾经是因为电梯里用来平衡的补偿缆线 突然从尾部断裂 恰好击中到电梯 才会导致玻璃碎裂 只是照片一po出引来民众恐慌 还好最后证实只是虚惊一场 没有人受伤 记者和孟谦杨文新新竹报道